南德縣今年老人夾搖不住兩千萬元經費 在二月底就用光 三月份已經宣布暫停受理 導致之後想申請的民眾 無法享受這項福利 議員余秀英呼籲憲府 在任何政策推動之前 應該有完善規劃 才不會徒徵民怨 不然做水器 做結水器的人 像說 買了 申請那些 那些百姓都不公平 好意了 變民怨 我們希望我們政府 日後 拿出相關的福利和政策的時候 要比較正傳 環境的規劃 更不用說我們的好意 去打招 境內有一百七十所學校 教育處編列在年度修繕維護等相關費用 僅只有1500萬元 平均下來 一所學校一年經費不到10萬元 議員吳國昌就呼籲教育處 重視校園環境安全與維護問題 一百七十所 一人才不夠 沒到十萬 今天財主單位也在這裡 管長也在這裡 你們計劃處的都在這裡 市府市這實在 要買年 要讓他們改變一室 應該如果超過兩千五來 你來應付一下 實際上才有搞 難道現為落實生薑 推薦用藥上的宣導 農民在使用農藥時 除了農民相互推薦使用 大多諮詢農藥行 卻也因此導致農藥殘留超標 而遭到開發 議員由洪達呼籲農業處 加強宣導基附導 提升農民認知和用藥習慣 每個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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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都推薦農藥 仿效其他縣市的做法 以活絡農地的使用 現府為憲民父母官 因善盡職者照顧憲民 對於議員們所提出的各項建言 也希望各項官單位能夠落實改進 提升鄉親幸福感 民意新聞 宏藝倫 謝惠 採訪報導